DVPS 熱热頭條最新情報戰 今天下午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怎麼感覺好像每個禮拜 都有很多韓星官宣要來台灣 而且一位比一位還要大咖 目前剛剛的最新五間消息呢 是韓國天團B-BAN的成員太陽 他睽違七年呢 要來開他自己的個人solo演唱會 而且其中一站就會來到台灣 這首歌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吧 因為太陽現在作為solo歌手呢 其實出過蠻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而今天8月19號剛剛好是他出道 18週年的紀念日 所以他選在今天官宣 他即將在12月來台北開場 而且會站上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不知道各位VIP粉絲們準備好了嗎 而且呢其實太陽上個月就有來參加 就是在花博舉辦的潮流文化祭 在那個時候他其實就有偷偷透露 他將會來台開場 那時候其實他就劇透自己會來了 而現在呢終於是正式公佈了 讓粉絲不只是很期待也是非常非常的開心喔 不過我們把日子呢再往近看一下下喔 在9月的時候也有個非常重要的大事 也就是在韓國掀起夏日熱潮的 Waterbomb波水節呢是即將在台灣登場 而且已經官宣全部卡司 他們呢現在是官宣說是9月14還有15號兩天 是在大家河濱公園來舉辦喔 而卡司裡面有誰呢 第一天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有水炸彈男神之稱的 男團B2B的成員李敏赫喔 他自己呢敢脫又敢玩又會唱歌 所以讓非常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說他可以來到台灣喔 而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就是有高雄開唱過的Zico 他也會這次在這個名單當中喔 還有我們那個造咖盪戰第一名的 媽媽木宋樂還要再來到台灣 各位粉絲應該看他看到很多次了吧 還是相當的期待 而第一天的就很有看頭 第二天的陣容我們也一起來看看 第二天呢除了有大家超愛的辣妹Jesse之外呢 像是有冰雪女王之稱的Jessica 也會來到台灣參加這個水炸彈喔 另外呢有身材超級好 而且又美又會唱歌的全恩菲 她也是會來台灣參加水炸彈的活動 讓非常多人都喊話說 終於女神要來到台灣了 非常的期待 各位呢如果想要一點清涼的來結束 就一定要來參加Waterbomb 今天決心情報戰就聊到這裡